大学指定考试第二天登场 今天考的是共同科目 国文英文数学一共有六万六千名考生应试 而早上也发生了一些零星事件 例如还是有糊涂考生跑错了考场 有人被远景匆忙地在往证券的地方应考 也有人实在是来不及 只好放弃第一科的考试 真的好紧张 考试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 却发现自己跑错考场 大学只考第二天 早上在台北师大副中 就有两名考生跑错考场 最后由远景开到 其重机送去正确考场 还有考生根本已经开始考试 才发现自己跑错考场 只好放弃第一科 考场在哪里 师班 这样还来得及吗 应该来不及吧 数学就不要考了 考这个国文就好了 又是觉得很烂 那本来在哪里 本来在哪里 师探大学 然后我记得师大师的时候 早上考的是书语和国文 集中数学考题 考生多半觉得比学测简单 均标有可能上开60分 只是前半段多选题题目较多 要把握时间做题 有考生考完后甚至趴下来休息 我觉得还好题目都 只是这次多选比较多 时间要掌控一下 就是要先把题目看过一遍 然后就应该 那个题目都算蛮简单的 比学测简单很多 下午进行的是英文与竖甲的考试 由于天气持续炎热 不少考试还是拼命喝水三风 担心中暑 由天TV蔡仲璐 才有先台北报道